哈喽大家好,我是诺诺 不知道平时没有比赛的时候 大家都比较喜欢看谁的直播呢 在职业选手中间 我没事的时候就比较喜欢看左下 主播中间的话就经常吃五湖食堂 在国服中间 上分主播和娱乐主播 基本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 但在国服的历史上 也曾经出现过四个响当当的人物 他们喷人挂机无所不能 但就是能够轻松的打上王者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 曾经的国服四大喷子 首先要说的是 是这四人装被排在第一的黑店百地 黑店百地出生于1986年 这名叫罗承 英雄联盟的骨灰级玩家 在现在的主播中间 黑店百地可能不是那么火 但是在以前的爱欧尼 就没有不认识他的人 黑店百地这个名字 并不来自英雄联盟 他最早是和小散无状态的人一样 也是玩沃三信长之野望的 信长当年和真三多塔 并称沃三的三巨头 在玩家中也非常火 黑店这个名字 就是他之前组的一个战队 而百地就是信长中的一个角色 叫百地三大夫 主要由于信长不更新 很多玩家都是转战了英雄联盟 黑店百地在美副封测的时候 就开始玩英雄联盟了 在没有段位的SE 他达到了rank 2300分的水准 后来国服开了之后 也和其他职业选手一样 迅速就开始充分 但他被大家所熟知 并不是因为他分有多高 而是他那本死亡笔记 他的桌面上常年有一个文本文档 在这个小本本中间 详细记录着他之前在游戏中 遭遇过的那些坑过他 骂过他的玩家ID 不仅如此 如果你在游戏中做了什么 惹得他不开心 或者让他输了游戏 甚至看不顺眼的 一样会上这个名单 比如 某卡牌玩家 14分钟只飞过一次 某玩家和ADC队友对喷 然后挂机 结果连累了他 还有什么话太多 不听他指挥的 不说话 当哑巴的 统统都上了他的黑名单 一旦上了他的死亡笔记 那么在之后的游戏rank中间 你要是和他排到了一起 他就会直接挂机报复 你想要上分什么的 是压根不存在的 当时T8中流传最广的 是他和另外一个主播 周周之间的故事 话说 当年黑店摆地 在高端局疯狂挂机 引了一些玩家怨声载道 由于这个人脾气太臭 而又难以捉摸 你根本都不知道 自己怎么就惹到他了 面对这种奇葩 为啥没有人去收拾他呢 当时在YY直播中间 有一个大神频道 董小萨 冻竹等的老牌主播 都是在里面直播过的 其中有一个著名的主播 叫周周 他在一局优戏中 是遭遇过黑店摆地 两个人呢 就因为些问题吵了起来 之后就开始对喷 遇到这种人 黑店摆地呢 就肯定是要挂他机的 而周周也是不让 你挂我 我还挂你呢 两个人就为了证明自己有种 而对方是个怂货 于是就相约双排挂机 看谁先认输 于是在奥尼亚 两个高分玩家就开始双排 进入游戏之后 就直接挂机 一起掉分 两人是不打不相识 从1900掉到了1400的过程中 两人就发现 对方居然是和自己一样的狠人 突然就有些心心相吸了 掉了500多分之后 于是转而开始双排充分 但这个时候 他们挂机的玩家 也开始报复他们 导致周周怎么也打不上去了 而黑店摆地 随后自己单排依然是上了2200分 之后这周决定改邪归阵 在直播中再也不挂机了 不过黑店摆地 依然是我心我素 加上自己的死亡笔记一出 就再也没有人敢惹他 毕竟大家都是来上分的 不想因为一些其他原因输掉游戏 在奥尼亚 一旦遇到黑店摆地 无论是职业选手 还是主播 都会非常客气 曾经的国服路人王草梅 遇到黑店摆地 也会让出他的位置 上单霸主PTT 也只能无奈去打野 Joker甚至卑微的 直接叫人爸爸 黑店摆地敢做出这种事 自然也就不怕别人骂 在骂他的人面前 他反而保持了一个很好的心态 加上他上单狗头玩得很好 黑狗这个称号也随之而来 黑店摆地的实力其实相当不错 之前有玩信尝的经历 他对于上单这个位置 也是很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的 小莫曾经给他做过一期 国服第一上单泰坦的视频 除此之外 他还被叫做国服第一上单机器人 是S2旗舰的国服第一天使 操作意识都是在线的 那由于自己年龄本就偏大 之后操作慢慢就跟不上了 在结了婚之后 黑店摆地也是慢慢的被磨平了 棱角变成了一个娱乐主播 现在依然是在虎牙进行直播 第二个就是大家最为熟悉的 死亡宣告 他的战斗力也是这四个人中间 最强的一个 死亡宣告其实也是以天才AD的身份出道的 在2012年他效力于ehome 还和当时的pdd当过一段时间的队友 但在rank中间 那个时候他火爆的脾气就引进展露了出来 有一次 董小萨在直播的时候遭遇了死亡宣告 董小萨是给下落的死亡宣告打辅助 结果遇到了风头震慎的宇宙队 WE的辅助卷毛 卷毛一手招牌的机器人 是把董小萨和死亡宣告的组合给打崩了 死亡宣告就把气撒到了自己的辅助身上 但董小萨当年也是当红主播 也不服气就回呛了几句 但死亡宣告的作风就是 能动手的尽量不动嘴 直接让董小萨报地址 而队友出来当合适佬的时候 死亡宣告就表示自己杀意一决 这种性格也几乎贯穿了他 整个职业和直播生涯 如果作为一个主播 在那个时候你素质差点 影响还不是很大 但死亡宣告是要往职业圈上打的 本来他个人的实力 尤其是男枪是很强的 但是奈何他素质太低 得罪了太多人 导致他打职业的初期 不是很受人待见 没人愿意和他一起玩 加上自己名声在外 很多队伍的忌惮他来了 会给队伍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 离开了EHM之后 他是加入了皇族的二队 皇族当时的一队 也就是UZ那个队 叫皇族狼猪 而二队叫皇族天赐 也没有什么比赛可打 之后他又被皇族安排去了MQ 整个队伍就转战了北美LCS联赛 在北美死亡宣告 才算是得到了发挥的机会 在LCS中 有五个中国人组成的MQ迅速崛起 死亡宣告还被称为北美DAD 他们也是打进过S的世界赛的 但之后拳头不允许一家俱乐部 拥有两支战队 导致了MQ最终解散 在外游历了一年的死亡宣告 也正式回归了LPL职业联赛 并加盟了VG战队 VG在2015年 是买了MATA和Dandy两个超级韩运的 他们相中了死亡宣告 也是觉得他实力还不错 只是回到LPL之后 死亡宣告就有些膨胀了 可能是觉得自己在北美很无敌 再回来之后 他也应该是LPL的明星选手 脾气就更大了 但他的成绩又缺乏说服力 在联赛内VG的表现非常一般 而辅助MATA又是一个很傲气的人 两个都很骄傲的人 遇到一起 摩擦也就逐渐缠身了 2015年3月 都被VG对阵IG 也就是在这场比赛中 MATA不知道有多不想和死亡宣告打比赛 直接选择了劫死辅助 之后有都被的工作人员爆料 MATA还出现了单手打比赛 这种极其不职业的举动 这只VG也最装是止步了救赛第一轮 没有拿到任何的成绩 VG于是将死亡宣告换下 让他替补 下集赛 VG是有三个AD 除了死亡宣告之外 还有P好轩以及Andalys 但是VG只让P好轩和Andalys上 没有给死亡宣告轮换的机会 这一下子死亡宣告又是炸了 首先是在直播中间 和另外一个主播起了口角 而对方恰好不好的 开始拿死亡宣告 不过是一个替补说事 这一下子是把死亡宣告给惹毛了 又开始要在线下约架 而且他约架不是像无物开弹上打嘴炮 对方给了一个地址之后 死亡宣告立即就直播买了机票 两人相约 要在机场决议胜负 但比较搞笑的是 死亡宣告以为是公平的单挑 但一听对方的口气 好像是要叫人 死亡宣告虽然忙 但人还不傻 万一去了贝维欧 自己不就相当于送了泉水吗 之后逃跑泉来VG劝了劝他 死亡宣告也就此作罢 但约架事件并不能平歇他的一个怒火 之后他在VG沦落到连训练赛都没得打 在2016年1月又是在一局游戏中 由于他剪了一个新的发型 被对手的锤石无故嘲讽 发了一句 替补宣告你妈 你个光头当和尚去吧 又是郑重死亡宣告的下怀 他一气之下直接动手 把VG的基地给砸了 这下子VG是没法要他了 别的LPL队伍更是不敢买这个火药筒 死亡宣告之后就被甩去了 刺激联赛NG战队 然而在刺激联赛 他还是首养 2017年LDL夏季赛 对阵LD的比赛中 在比赛中 NG一直被压制 最终导致队伍20投了 而他不满意教练 给他选了个寒冰 心态再次爆炸 又是把现场的设备给砸了 RNG也容不下他这尊大佛了 再次把他给踢了出去 在他沦落的没有比赛磕大的时候 Nubi是非常仗义的给了他机会 而且搭的呢 还是他在LMQ的老朋友天赛末日 这稍稍是缓解了死亡宣告暴躁的脾气 而且他在Nubi的成绩还可以 三场L票的比赛是取得了全胜 但奈何 Nubi还是更看好年轻的林伟祥 死亡宣告只是他们的一个替补选择 可能是在这种郁闷的心情影响之下 在年内的直播中 他又一次爆发了 当着直播的面 把拳头挥向了自己的女朋友 事情一惊发酵 Nubi已经是人之意境 但也不能再留他了 在职业赛场中毫无位置 加上自己家暴的事情被传出 直播平台也不敢让他直播 死亡宣告就此走向了深渊 之后他曾在一些海外的平台直播过 但几乎没有什么声音 也一度传出 可能要去东南亚打比赛 但也没有什么后续 接下来这位的名字 我相信80%的玩家肯定都没有听说过 他就是毛泽宇春 他也是这四个人中间 最能碰的一个 毛泽宇春吉林长春人 相较于其他几个人 他的嘴臭是已经成为了他直播的一个风格 喷人也变成了节目效果 在组完玩家这个梗还没有活起来之前 他就有一个嘴臭互动群 粉丝号称文明人军团 毛泽宇春也是一个绝活哥 以中南卡萨丁而出名 有着国服第一卡萨丁的称号 凭借一千多把的卡萨丁 在S3赛季 年仅18岁的他 便以拂晓神剑的ID 登顶过国服第一 但也是因为自己万年卡萨丁 经常和其他的选手和主播发生口角 经常上来就一句话 中南卡萨丁不给就送 他常年出没于各种高分局的直播庄 无脑喷 挂机 送人头 无所不能 加上自己的素质比较高 比较文明 也因此独创了卡萨丁 礼貌行走 加素质脉冲评A 接到的一击 最后文明法球收尾的素质连招 但毛泽宇春 也是因为自己的直播风格 而葬送了职业生涯 据说当年 他本来也是要去打职业的 但结果却在娱乐直播的路上 越走越远 最后一位 同样是职业选手 他就是天灾末日 但天灾末日 能和这几个人分到一起 属实是有些冤枉 天灾末日 虽然名字有些唬人 但看面相 就绝非是大凶大恶之人 他本人也并不擅长喷人 之前效力于MQ的时候 还和神超做过队友 神超评价天灾末日时 这个人打游戏 很少扣字 也从不主动敲键派骂人 如果他也是那种暴脾气的话 想想也不可能和死亡宣告 搭档那么长的时间 而之所以被列入这四个人当中 是因为当时的玩家 急需一个人 来和黑电百地 死亡宣告 以及毛泽宇春搭档 组成四大才子 而天灾末日这个名字 从字数上来说 是完全符合要求的 恰好他又是下落的辅助 能和打上单的黑电百地 打卡萨迪的毛泽宇春 以及打AD的死亡宣告搭配 可以说是天作之和 而且这几个人还真一起玩过 在2015年 黑电百地 死亡宣告 毛泽宇春天灾末日 加上一个打野的皮小秀 是组成了国服第一素质队 经常在奥尼亚舞派 但随着直播行业 逐渐正规 也逐渐没了他们的容身之地 黑电在虎牙 现在是真的狗了起来 死亡宣告因为自己打人 没有哪个平台给他机会 毛泽宇春 则是早早的 从大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而当年 黑电的死亡笔记 宣告的杀意已决 宇春的文明问候 也引进 成为了国服的一个历史 好的 我是诺诺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 还请大家多多给我关注 点赞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可以在评论中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